乔治 你怎么哭了呀 天呐 你的脸怎么流血了 我心爱的花瓶也碎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爸爸 是小灰灰跟我抢玩具 我不给他 他就把我的脸挠破了 还打碎了爸爸心爱的花瓶 这个小灰灰真是太不懂事了 竟敢打我的儿子 还敢把我心爱的花瓶打碎 乔治 快走 爸爸带你到小灰灰家找他算账去 乔治爸爸和乔治来了呀 看你俩气势汹汹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龟太郎 你儿子回来了吗 你看看你儿子把我家乔治的脸挠成什么样了 还把我最心爱的花瓶打碎了 哎呀 竟有这种事 我把我儿子叫出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小灰灰 你赶紧给我出来 哎呀 我的妈呀 算账得这么快就早上门来了 怎么办呀 嘿嘿 我想到办法了 儿子 你怎么哭了 你的头也受伤了 爸爸 我的头是乔治兰花瓶给我砸破的 我好疼呀 朱爸爸 你看看你家乔治把我儿子的头砸成啥样了 多危险呀 哎呀 乔治 你怎么把小灰灰的头砸那么严重 爸爸 小灰灰的头不是我打的 他在说谎话 真的是他打的我 你还说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小灰灰爸爸 咱们赶紧带两个孩子去医院吧 好的 朱爸爸 咱们快走吧 哎呀 我肚子疼 我要上厕所 你们先走 我一会儿就去找你们 幸好我往头上抹了辣椒酱 要不然爸爸今天一定会打我的 哎呀 妈呀 我的眼睛好疼呀 完了 我不小心把辣椒酱弄到眼睛里了 好辣啊 嗯